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0年的11月19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即使中共出台了防疫20条,金融16条 也一样阻止不了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危机的到来 中共国的经济已经走上了萧条之路 而且可以预期的是明年会更加的困难 尤其是地方财政,硬着陆的风险非常大 这其中有经济周期本身的原因 中国人口红利将要结束的因素 也有疫情极端清零带来的严重后果 眼看着中国经济就要奄奄一息 于是有关部门推出了防疫20条,金融16条 就是为了对积极下跪的经济来一个对冲的举措 即使拉不起来,至少也让下坠的速度慢一点 不至于摔得太惨 11月11号,中国宣布了优化疫情防控20项措施 对动态清零政策做出重大调整 其中主要放宽的做法为取消入境航班熔断机制 并将登机前48小时内两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调整为一次 对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有7天集中隔离加3天居家 健康监测缩短为5天集中隔离加3天居家隔离 取消对密接者和中风险区的监控分类 高低风险区仅以单位楼洞为单位划分 而不再像以往的有一个阳性确诊病例 便将整个小区或行政区定为中高风险区 此外,不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纠正一天两检,一天三检等不科学做法 看到这些措施后,有的民众欢呼雀跃 认为疫情防控变松了 是为以后完全取消做准备的 而很多了解中共的人则认为 这防疫20条没有什么用 地方政府该怎么样,还会怎么样 因为它是向上负责的 由于疫情放松而导致感染人数增多 主政官员会丢乌纱帽的 因此下边执行依然会很严厉 再次,中国的防疫政策一直都有变和没有变 没有改变的东西是官方一直试图 利用疫情加强对人民的控制 这一点是一直没有改变的 而一直在变的,我们会看到 从武汉封城,上海封城,成都封城 香港封城,其实一直都有变化 其实中共是非常理性的 他们的理性可以称为专制理性 就是在能够更大限度的控制民众的同时 不忘考虑它的社会效果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一是考虑经济因素 二是考虑社会稳定因素 中国从商鞅批出民弱则国强以来 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一直奉行的是这条 除了宋朝有所松动以外 对于统治者来说 他首先要的是他政权的稳定 然后是如何让老百姓在受控制的不造反的条件下 如何挣钱给统治者交税 如何养活庞大的统治集团 最后就是核酸检测企业已经绑架了医疗机构和政府官员 他们这个利益共同体是不会让疫情放松 从而使他们失去轻轻松松捞大钱的机会的 除了防疫20条 11月11号 中国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和联合发布了 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工作的通知 主要内容包括 1.稳定房地产开发贷款投放 2.支持个人住房贷款合理需求 3.稳定建筑企业信贷投放 4.支持开发贷款信托贷款等存量融资合理展期 5.保持债券融资基本稳定 6.保持信托等自管产品融资伟利 7.支持开发性政策银行提供保交楼专项 8.鼓励金融机构提供配套融资支持 9.做好房地产项目并购金融支持 10.积极探索市场化支持方式 11.鼓励依法自主协商延期还本复息 12.确实保护延期贷款的个人征信权益 13.延长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政策过度期安排 14.阶段性优化房地产项目并购融资政策 15.优化租房租资信贷服务 16.拓宽租房租资市场多元化融资渠道 被称为金融16条 不用说16条就是160条在老百姓收入持续降低 企业不断倒闭的情况下 这房地产也起不来 最后一样会引发银行体系的崩溃 这16条就是忽悠房企的银行也不是傻瓜 现在房企什么样 他们又不是不知道 再往房企里投钱 这钱不又打水漂了吗 最后银行的负责人还要自己担责任 因此他们一定是嘴上答应 但是不会采取什么实际行动 而租房市场是看这个城市有没有工作机会的 没有工作机会 谁还会待在城市里付着房租啊 所以经济起不来 其他一切都是白扯 这次的经济危机 中共国的硬着陆是免不了的 无论中共怎么出台 防疫20条金融16条 这些部门出台这些措施 就是在最后经济危机发生时 给自己找一脱身的借口 说你看我也做了努力了 最后是其他部门不配合 订单减少 产业链转移 出口下滑 精英加速移民 大量普通人失业 公务员教师降薪 甚至裁员 这些都是铁定会发生的 有些正在发生 就是普通人在这次危机中 怎么能更大程度的减少损失 终于入洞房了啊 入了 入了 绝对入洞房了 还有还有两个这个叫陪娘是吧 哈哈哈哈哈哈 就这个就是陪 你看这个水晶灯啊 这是拉利克最早的老东西 这是拉利克的 然后这个床也是老的 然后这个大地毯是中东的 就是那个伊朗的 就是那个现在闹就是哈姆城市 哈姆城市出最多的 就是宗教级的啊 然后这每个家具呢 这都是这都是老东西 我每天晚上就在这儿 开会 它是叫 You sleep I work here 进了卧室直接进洗手间啊 而且是群进啊 哈哈哈哈 看看 就是后面这个位置就是 我最多给你们通话的浴缸 就是浴缸 是吧 就这个位置 哎呦 这里现在贵了 老了确了这个钱 现在你在做这个玩意可就了不得了 太贵了 它这是一整块 它一整块 而且这个在这里你做很宽 它这个co-up 你只能指定的公司 就是那工会那一座 贵死了好几倍 这个就这个餐厅 这个艺术是在曼哈顿市超级有名的 很多人都来看啊 这个是个老的八块水晶 厨房啊 啊 这真的是完全被这样的接管啊 完全被这样的 像是人家飞飞三千克来 还给检查了厨房 结果那个一个老外厨师 连锅都没给洗 结果第二天给发射掉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